哈喽大家好,我是伟哥, 王者荣耀国际版体验服又出一个新英雄了, 这个英雄名字叫做苏黎是个女刺客英雄, 出场动作比较简单, 但颜值很高, 特别是腿很好看, 还有后背的拉链还是拉开的, 这在国服女英雄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画面。 技能介绍咱们就稍微的看一下就好, 反正你们也很少去国际版玩, 咱们多看看她的造型还更享受呢。 我们进入游戏看看她的技能吧, 原地站立的时候会自动进入睡眠状态, 而这个时候她对敌人来说可是隐身的优, 所以不用担心她睡着了会被敌方英雄如何对待。 一技能是个位移技能, 速度很快, 还能存储两个。 二技能是切换远近攻击, 不仅如此, 二技能变成远程后, 攻击别人会让自己去血, 这样看是不是一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技能呢? 不过当你在点击二技能后, 刚刚攻击敌人的子弹还会回归到苏黎身上, 给苏黎回血, 而这时敌方英雄是会去血的, 这么看来这个技能还很不错的呀。 三技能可以眩晕敌人, 但时间不长, 感觉一点都不好玩, 这个英雄最好玩的地方是第四个技能, 图标在三技能的上方, 点击后英雄会蓄力一段时间, 然后自爆而亡, 对你没看错就是自爆, 这个技能太坑爹了, 居然玩自爆, 这要是放在国服肯定会被骂死, 说不定会出现队友不想玩的时候, 躲在某个角落玩自爆, 那么小伙伴, 你们觉得王者荣耀国际版的这个新英雄如何呢? 如果会上线国服的话, 当你们遇到坑队友的时候, 会不会直接在泉水里玩自爆了呢? 不过伟哥觉得如果这样的造型能登陆国服, 那才不错, 不管他会不会自爆, 好看就行。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, 想了解更多国际版王者资讯, 记得点击关注哟, 我是伟哥, 我们下次再见咯。